KBL挑战着杯紧身的一场比赛 广州T1G与E-Star Pro的总决赛 在15号就开打了 可在打之前 非挑战着杯总决赛的队伍 在1月11日至13日就开启了第一期的挂牌 而第二期的全员挂牌 是在1月18日至20日等等一系列共四个阶段 挂主纷纷爆出了一些消息 在众多挂主中 最有说服力的还是官方解说主身瓶子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都有哪些吧 首先 拨战GK的德福挂牌 很可能是因为德福的听力问题 可他平时在比赛中频频掉点操作的问题导致 虽然他很努力 但不是靠努力就能拿到冠军等 MTG除了九龙全部挂牌 其实自从贝克曼教练走后 MTG似乎没了从前的那股狠劲的 而后剩下的就是AG创会的瓜了 瓶子表示 AG上赛季主力不动 一安人整整齐心 7年还是挂牌了 向远确定不挂牌 一安春季赛上大名单 网传艾斯下赛季与猫身轮换 但不确定 而最让大家担心的就是主教练的人选 AG目前还在找 虽然九折闲之中 但绝不可能 据瓶子推断 如果没有好的教练人选 那就得张鸟亲自出马了 不过还好 张鸟的台上BP还是很稳的 从以上爆出AG的消息来看 AG主力不动 很多人已经爆出 内部调整大名单的问题也很正常 即便不上大名单 很多队员也选择了不挂牌 因为AG的待遇和宠队员的体系 却是让很多选手无厌处众 就算他们到了其他战队 也很难稳住 不如就在AG养老算了 其中艾斯的猫身轮换 相信艾斯的呼声更大点 相比实力也应该占有 最后要说的是 最可惜的就是七年 他的实力不弱 只是实际没赶上 在AG没怎么打过几场比赛 就被猪借到了K家 如果挂牌 七年一样不知何去何成 AG首发依旧是没记 所以挂牌后 希望他能成功换家俱乐部 打出自己的风采 以上就是瓶子爆出的话 实际还得以AG官宣为主